聊天室不要鬧好棒 哈囉大家好我是阿菜 我現在人呢在香港 我們今天要來介紹香港的房地產 到底跟台灣有什麼不同呢? 所以今天特別找來一個業務哥哥 帶我們來看香港的房價比較 我們現在已經在這個大樓裡面了 我們現在準備上去 GO! 我剛剛坐了這一台電梯上來的 在電梯上來之後呢 好像還要再走去別的地方搭另外一個電梯 這麼麻煩的嗎? 這是正常人住的地方 一般人住的地方嗎? 還是中上高等一點 譬如說像我住的地方嗎? 你們要進去我的房間了啊! 好害羞啊! 也不是算頂級 但是就是中上 所以還要再進入另外一個地方 再去坐另外一台電梯 原來有錢就是這樣住的 我剛剛還沒有問到價錢 我現在有點害怕 不太敢問價錢 好我們現在已經就是 從另外一台電梯 又上來到另外一個地方了 我們現在準備叫進房 有點緊張呢 登登登 哇! 看起來也沒有很大啊 哈哈 這是客廳 然後有一個小陽台 在香港要有一個小陽台 其實是蠻難的耶 然後呢 你在這邊如果裸體的話 你就會被對面完全的發現 有沒有! 我們看一下廚房 欸! 還有酒櫃耶! 然後這個應該是冰箱嗎? 這跟我以前住的地方一樣 冰箱是藏在裡面的 然後廚房長這樣子 還有一個Oven 一個烤一個清洗用 欸!這廚房滿漂亮的耶! 然後我們又到這邊浴室 這浴室看起來就很不大 譬如說我一個人走進來之後 欸!這浴室就滿了喔! 不過它的東西 應該是置物還蠻齊全的吧 就裡面都可以放東西 在香港一定要就是 小巧裡面都可以放東西 觀眾你們要不要猜一下這個價格 然後這是另外一個房間 啊我需要那個 來來來 欸!滿了喔! 這個放一張床應該就滿了吧 然後佔你們三個也就滿了耶 所以其實這只能放一張床 另外一個房間也差不多 然後香港非常喜歡有這種小檯子 可是我覺得還蠻浪費空間的 不知道它裡面有沒有做置物 沒有 這小檯子蠻浪費空間的 然後我在這個房間裡 欸!這又滿囉! 我們終於到主臥室了 主臥室是有廁所的 這主臥室也就 也就這樣 可以放一張大床 剛剛另外一個房間只能放一個 小雙冷床 這邊應該可以放一個大床 可是問題是 你們有發現一點嗎? 我想知道 衣櫥要放哪? 放了床之後 衣櫥呢? 衣櫥怎麼辦? 所以要空出一個房間來放衣� 然後 主臥室的廁所算蠻大的 通常 香港的房子不會有這麼大的廁所 這樣是算很大的 請問我們專業的哥哥 這邊是中上 你說中上等的人 價位就對了 這邊有多大? 使用面積是 880元 全部總面積呢? 香港現在賣有全總面積 都是使用面積 這個是新的 他賣的時候就使用面積 好 那我們現在要把三個香港人放在一起 你們要讓香港人猜 他們覺得這間房子多少錢? 1號 請問一下你覺得這間房子多少錢? 我覺得大概1000萬港幣吧 不是啦 租啦 租的話 1000萬港幣吧 也太少了吧 有 4萬多吧 4萬多 我們2號 不要再查了好不好 你覺得這一棟房子 租要多少一個月? 估計大概要5萬多 到6萬左右 因為是比較新的車 5、4、20 你說台幣要20幾萬嗎? 可以 應該吧 好我們來問一下3號 我覺得差不多 也是4、5萬多 好 那我來猜一下 差不多要快6萬 5萬5至6萬 我覺得 那我們現在要公布那個答案了 請我們的地產哥哥 一個月租金要多少? 正常的市場價 他應該是超過5萬5的 超過5萬5的? 對 但是目前為止 因為他剛剛入貨 比較多的單位放出來 所以就比較便宜 喔 新 太多的單位太多選擇了 所以就比較便宜 比較便宜 比較便宜是多少? 大概5萬 大概5萬是比較便宜 OK 老天室 不是 OK 各位觀眾 一個月 20萬台幣住在這裡喔 他說是比較便宜的喔 那這樣子的話 因為這個地點 跟我以前住的地方 其實這邊還是比較便宜的 因為我以前住在那個 九龍站上面 那那個 方便度還是有差 不過這邊真的很新 好開心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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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房子 一個月 租金可是 五萬喔 啊 你們不要多看一下我的影片呢 哈哈哈哈 然後我們現在 剛跑來廚房 他們說發現了一個很奇妙的地方 就是這一個門 我現在打開囉 這是什麼 這是病房嗎 我知道 我知道 這個 這個是小房間 然後那邊有一個廁所 這個是工人套房 就是說給你的 優人姊姊住的地方 那個套房 創人姊姊她住了 長這樣子 好 我也不多說 那躺下來 你可以幫我拍 我躺下來嗎 睡覺的時候差不多就這樣吧 主要的 工人姊姊不是 沒有那麼高 所以躺下來差不多就長那樣吧 辛苦了 剛剛呢 我忘記問一件事情 我只有問租價嘛 欸 那 買呢 如果要買這邊的話呢 而且我們現在其實在房子裡面 還沒有去到他們的會所喔 我覺得台灣的房子 那種公共設施 其實做的真的沒有很好 老實說 用了很多地方 但是裡面東西還沒有什麼 就譬如說健身房 就是為了有健身房 而有健身房 而不是真的要做健身房 好anyway 我們來問一下各位 我覺得應該1000萬吧 好你走開 拜拜 來2號 2號 我覺得應該大概2600萬 2600萬嗎 謝謝 來 我覺得應該差不多 1800之後吧 那你可以買給我嗎 可以啊 可以啊 哈哈 1000萬到2600 來我們請我們地產哥哥專業的 這間房子如果要買的話 是多少錢呢 咱不論這一間房子先啊 就是同類的尺寸的話 因為它是分幾期賣的 在第一批的時候 這個單位呢 賣出去的價格 大約是 2000萬 2000萬 第二批的時候這個房子呢 價格呢 就相當於買他的兩房的價格 兩房價格 兩房價格 最高的價格去到2900萬 2900萬 你說兩房 2900萬 怎樣 第一批跟第二批時間相差多久 幾個月而已 幾個月 幾個月 你們知道為什麼 在香港生活那麼辛苦了嗎 你們知道為什麼 我還要就是除了開實況 還要當YouTuber 沒辦法繼續當空姐嗎 你們知道為什麼嗎 你們聽到房價了嗎 現在這間房子的貨能 如果還有貨的話 預計要至少要 3200萬以上 港幣 已經賣光了 3200萬以上 你有沒有覺得 你們住在台灣很幸福 要不要趕快就是 禱告一下跟神說 天啊我怎麼那麼幸福 住在台灣 我的媽 然後這邊呢 是室外泳池是不是 我看到那個堂椅了 然後室內是在那個 水簾洞那邊是不是 然後那邊好像是有 健身房 應該其實應有也是禁有 就是也還是有啞鈴啊 什麼任何的機器 跑步機 這個東西我一定要講一下 健身房呢 台灣太多太多太多的 就是建商 在蓋房子的時候 就會隨便用一個地方 來當健身房 那其實在健身房裡面 可能只有兩個保護機 或怎樣 就不叫健身房好嗎 然後重點是 它就是你的公共設施 所以你要把它加在公社裡面 當另外一份價錢 可是平常可能你又真的 你真的不會去使用它 這是我真心的建議 就是建商們 健身房 就真的要像健身房 OK 那我們現在在他們的會所 是嗎 台灣叫做公共設施 然後我來到這邊 你們可以看這上面寫的是什麼嗎 Bowling 保齡球 Bowling the alley 裡面可以打保齡球嗎 對啊 所以我就可以來這邊打保齡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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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小時大概一百塊 一座物餐的人 這邊 這邊可以打保齡球耶 各位 我不行了 這個廁所好特別喔 為什麼什麼東西都這麼小 東西都很小耶 你看我這麼高 這是給小朋友用的嗎 專門給小朋友的廁所 因為我整個抬頭 沒有看到它裡面是上廁所耶 好可愛喔 怎麼可愛 天啊 然後還可以換就是 尿布這樣 我想問一下 這邊是給 就是社會階層 就是中上而已的人住嗎 對啊 那上次住的是怎麼樣的呢 OK 我們現在已經來到了外面 我忘了跟大家講說我現在人的位置 我現在人的位置在港島區 港島區的價錢其實跟九龍又有一個差距 跟星界又有一個差距 這邊呢 就下去就是停車場了 很有趣的是 香港的停車場 來 哥哥 跟我們說一下 香港的停車場 要怎麼樣才能有 正常都租啦 正常都租 我住在這邊我還要租喔 它小的單位呢 基本上都不配備車位 小的單位是兩房左右 對對對 它主要配備的 車位都是配備給四房 給四房 三房都未必有 剛剛我們看的都未必有車位 對 那請問一個車位 價錢在多少 四百五十萬左右 買一個車位四百五十萬港幣 對 那個各位我先走了 那租呢 租的話大概六千到八千 看方位嗎 好不好停 好不好停 六千到八千港幣一個月 對 那要用抽的嗎 要排隊 發展商務能租的 租一個車位 我租一個六千的車位 算最便宜好 六千 六四 二十四 兩萬四 兩萬四耶 兩萬四我在台灣可以租一個很好的房子 太驚人了 好我們現在要去看的地方呢 就是在這邊的房子 跟剛剛那個差有一點點多的房子 來看一下裡面到底長怎樣呢 我們進來了 這一間的租金一個月是多少錢 我覺得嘛 八千吧 大概 一萬六到兩萬二 大概兩萬六 他剛剛差點猜中了 看你差點猜中了 同時 好 如果說 會不會 不上 為什麽 要 或是 說 谢谢观看